哈喽,我是赵瑶柯 今天我将扮演一个美食博主 因为我在国外留过四年的学 然后在国外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研究一些菜谱 然后没事就做菜给自己吃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 所以我做的菜口味可能是比较偏重口味一点的 然后就比较麻比较辣 给大家翻看一些我之前做过的菜吧 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是个演员嘛 然后平时一年四季 常年累月都在外面剧组过 所以我最近开始喜欢上了研究一些方便食材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些方便米饭呀 方便粉丝呀这些 最近爱上了这个 接下来我将做给大家吃 做给大家看 也吃不到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吃 这个方便火锅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西本条包 然后这个是牛肉牛杂包 这个就是它的火锅底下 也就是甜髓 还有这个菜包 这里面会有些蔬菜双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碗 里面有一个最新一个发热包 就是这个 这个发热包拿开以后 然后放进去 然后待会 待会再加一些粮食 它就会放到热气 然后这个火锅就可以开始煮了 待会我们现在开始往这个 这个碗里面放一些食材 哦 对啊 好舒服 哦 那我们就最后一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见正在这个时刻了 然后淋加粮水 就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它大概就可以开始热自身了 那我们就把盖子往上 OK 其实刚刚中煮断了 然后给来看一下 就是现在煮的火锅 然后刚刚后面加了一点水 然后把它加水以后 它就吃完整个火锅底下了 好 刚刚还有一个西本条包 这种水 然后再来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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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面的食材很丰富 有一些烘片啊 然后蔬菜啊 海带啊 粉条 还有一些牛肉和牛仔 然后 不像这三味都很香 嗯 如果到时候正式录制节目的时候 节目组如果希望我煮一些火锅的话 我可以从四川带一些火锅底料 或者是让我的家人寄给我 然后我背到节目组去现场 做给现场的工作人员们吃 OK 那接下来我就要自己去吃火锅喽 拜拜 先看德装的吧 它这个打开之后上面有实用的方法 嗯 我先看看里面配料都有什么 这有一个木耳 一个竹笋 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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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磨鱼 脆豆腐 火锅底料 鱼小丸子 一个筷子 片片长 就没有了 没有 以前还有穿粉 主食 还有一个菜腰蛋 这个应该是加热的包 现在我就准备倒水按照使用方法把它一开始做起来 说明是说让火锅底料先倒入上层盒子里面 然后这个底料我的口记得比较小 然后记出来之后就像这样 好像一坨墙 一坨坨的墙 然后它是需要倒入210毫升的矿泉水 所以我拿了我儿子这个奶瓶 它上面是240的 然后就是差不多到210的矿泉水 然后这是我已经把所有的包装 就是这些拆掉了 然后把东西已经放到里面了 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然后接下来的一步是要 然后是把加热包外面这个塑料包装拆掉 然后往里面注入矿泉水 然后 哈哈哈 瑞哥 把它拿开 对